没事,还能叫你去 继续让桃子拿第一名 继续翻车 继续翻车,继续翻车 这几张桃子拿到第一名,你不要去管他 还差几分,说 摸好牌,我就说开始了 桃子要让他冠军了 你说我定义身份 现在摸好了,然后还是好的 你看一下,我不看,你不看我不知道 你怎么说啊,我不是说啊 我不是说啊,我不是说啊 好人发一下,我说了 这么拉美了,所以 大家都看一看 有有有 看好了吗 直接带他眼睛,我不看 男鹊一个人的手就是我了 哈哈哈哈 这个坏的,这个我就炸不出来了 这个是坏的 我在底下看,带起来 天黑警闭 那是坏的 狼人群 狼人群 阿琴 狼人群 流通一 推定吗 最高吗 老鬼 冤家琴 冤家琴厌人 冤家回 女无极 昨天这个号码倒了 要救吧 右边手势 读给号码 回 天亮了 竞选警长 谢谢 看下几点 268 268 我有16 1和4 我跟268有什么关系 8号 12号 那你9最近能发言 我发言 这个游戏我觉得我不大适合在这边玩 因为我又摸了一张活不久的牌 先报一下锦辉刘 六七顺宴 昨天翻了衣服上茶沙盘 过了 六七 没了过了 我海船过你都要处置 自报 自报 哈哈 12号玩家自报 宣布啊 走走 上帝 上帝 什么情况 我去叫 我去叫一下 狼王 跑 三个 三个 他 真是没有人家 我 真的没有人家 这 什么隔壁房间 让你喜欢 平安夜 你要赶着 我朋友过新日 怎么他又没有活过两天 哈哈哈哈 还不让你 我跟你说 我摸了一张活不过一轮的 我没骗你们 不要场外 人家自爆了就好好玩 现在请闭眼 好 眼罩戴好 戴好 狼齐 狼刀 最后吗 老回 愿嫁起 回 女巫起 独发 回 电调 静下视角 自爆了又自爆了 自爆 8号自爆 天黑请闭眼 什么鬼子 谁死的 昨天4号走牌 什么鬼子 天黑请闭眼 眼罩戴好 狼齐 好 狼回 预言加齐 预言加回 女巫起 女巫起 竹花 回 天亮 1号倒牌 1号倒牌 2号 3号 4号 4号 3号 3号 4号 4号 5号 3号 4号 让我想想,还有两郎在哪 作为之,我也没什么信心啊,不是神牌 第一天便宜 为什么自暴啊? 难道第一天叨了谁啊?叨了一还叨了四啊? 怎么知道花头捞? 要不然自暴干嘛呢? 要不叨了一,要不叨了四 对吧? 不然自暴不有意义的 就当明明吧 差了我不知道 过了,听听你们发言吧 对吧 就是蛮不热的 有些我在你二号玩家玩的时候 别人都没有看 我看了一下八号玩家 八号玩家冲得一笑 他冲得一笑 就是你在那边 哦,我还不知道 你怎么找到 你怎么找到本来找不到 然后八号玩家 就把他找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脏你 那我感觉八号玩家 是不是是张老牌 对吧 八号玩家是张老牌 你二号玩家五个人 他觉得你可能 他可能是物账 他可能是物账 但是我第一天看完牌子 我感觉十一号玩家 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 十一号玩家 不是特别 就是 这里是出张愿家牌 对吧 我实际上好玩家 就是说 你如果在临着实际上好玩家 你第一天没有去打我 就是 我去打我这个玩家 你也没有打 你也没打我三周五个人 对吧 那你也没有去打 这张十二号玩家的十一 你也没去打 我觉得你二号玩家又不好 今天没警惠 我不害你 哈哈哈哈 对吧 今天没有警惠了我不害你 对吧 我觉得你二号 我只会看怪兴十一度 我常常只有两个 我打莫处的十一 我觉得 这游戏吗 他死了 这游戏你来打我 我 你的发言也很乖 你说 你说 这个八对着二少人 所以你觉得八有可能在五号上 然后你说二打你 你就不打我 所以他张牌 你一开始说二号张牌 我觉得他是乌女 所以你有可能是个好人 但是你不打我 我不打 所以你有可能是吧 我不知道 你三对着那个前六位的二 在不停在聊 但是你不聊后准 这个游戏 我觉得 叫什么 顶上 他自爆他不是说 他明明他朋友过时日 我只是来说我顶自爆 那这个游戏 我觉得三安聊得不胜 因为你来打我 我觉得三 我想打张三号 那个二我发现听不出来 他也没说什么 他就说 他就说了半天 说反正我是一张牌 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一定 但是我觉得 三张牌都不是我 霍主委吗 听你们霍主委 因为我觉得 你们霍主委 也没有选择 顶上都死了 他自己说 那我从后面发言吧 过了 所以刚刚五号 我觉得是三个人里面 最上狼的 因为他行为跟他们一样 但是打张牌 先 我怕玩家说一次 他说 他是朋友要过生日吗 所以他就自爆了吗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自爆 你这样 像那个十二号玩家的队友 然后他再说 诶 我狼队友为什么要自爆啊 那如果踩三的话 我觉得三可能是个好人吧 二号发言 因为我已经记不清了 所以二号先放一放 那么 如果前置投 先投五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三发言 不是很像狼 四十个预言家 预言家身边 得要出个狼吧 后面的话 八四爆 八号玩家 其实摸狼 记得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八四爆 可能有狼牌 会比八鸡的更加好 所以八号就自爆了 那么 我是一个好人 反正我是一个摸狼 记不太住的人 所以我觉得能记得好的 要么就是我 因为是个女性玩家 要么就是后面 十十一这样的 踩脚十 踩脚十一 九我觉得可能是个好人吧 因为九笑起来很浮夸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他就这样笑 因为他心情很好 还是因为他可能是张狼牌 就故意演戏给我们看 但是我愿意相信 你这次可能是一个好人 七号我不是很清楚 现在踩成底八 五 五 十 十一 听十十一 然后 前志位都没跳身份 后志位有张女巫牌 女巫牌起跳下来 因为他们狼刀了半天 半天 一倒下去也没反应了 总共是推给你现在 来就是这样 那就让九龟一跳吧 我觉得九像一个好人 过来 我觉得九这轮可能是好人 因为我是找好人 哈哈 那九龟票呢 这个我不大地理解 因为九的发言我都没听过 对吧 你打了 保了伤 这个游戏我认为 女巫跳起来 抱抱女巫的话 对吧 那么 拍拍位置 就好了 不要说我去命神 因为这个游戏 就是这么简单的游戏 那么 都藏着 我们很吃力的 我这是一个当品 我认为 六 双戏 双戏 左龟票 六 我也 这个我也分不出 还可以 但是 我是一个好人 还把这个位置 直到 六 九我下 主标出来了 六 打了五 二 第一个发言 第一个发言 我只会 我只会发 我会 我心目中的难题 那种 我不会跟着 谁谁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龟票的 我只投诉 我心目中的难题 因为这个 一点信息都没有 我认为 其实这位 不干六 我觉得不好 但是六 好了三 我觉得三还是各关的 但是 六 五 六 九 五 六 五 哇 嗯 第一天救了个会自刀的朋友 对吧 谁 哦 对啊 十号玩家第一天救了他 那么十号玩家混不死刀过两轮牌 因为我觉得你本轮不太像张王牌 所以救了你 对吧 觉得你第一天有可能像王牌就不救你了 那么我觉得二还可以第一天我聊不到二对吧 三有可能是吧 我觉得五蛮像的 因为他有一句话就是在我女巫是脚里特别暴了 他说了 对 二说要么 要么第一天到了那个什么预言家 所以说 十二号自报 对吧 五很清楚的知道的 他说 他自报原因 因为他不能过生日呀 对吧 这是五发言是 他是这么说的 对吧 我这种我这种牌我是蛮想出的 我觉得七还可以 我觉得六还可以 要么还有老师你十一啊 对吧 你十一自己去聊吧 对吧 要么就三 三五十一里面出了啊 那第一天一次一次后牌就知道 过两天牌 我也不知道那张枪牌那张白痴牌干嘛不挑 对吧 你十一请你有身份一定要挑 你 过后就 你不说一 你如果说是张平民牌 你只要不说你是平民就吃了 好吧 你一定要讲清楚你的身份 十一算了吧 今天先不聊了 自导也过两天了 好吧 其实五十张牌 你要说我一定想归吗 其实我是 就归掉他吧 我今天反正先出五 因为他这个人多身份牌 一天到我们不挑的 我很怕他本轮万一真的十张身份牌 他他这种发言 我真的是 我反正这轮我先出他好吧 因为我认为六十张狼牌的话 不会让我莫之为归票 对吧 他哪怕他说 他像七号玩家所说一样的 说我投出自己心目当中的狼牌也可以 他不用说让我来归票这种话 所以我觉得六不太像一张狼牌 而且他打的五我觉得像一张狼牌 好吧 给我来 怪的我发了言了 我那个女巫牌说这个什么制刀什么之类的 我来盘一下我值不制刀牌 我就说我不是制刀牌 但是我也不能够什么 发一个别的言证明我不是制刀牌 但是我的确不是制刀牌 而且我是一张蛋牌 听下来觉得七号玩家发言发达还行 因为他说 对着你一张女巫牌说 觉得你有可能像老外 七号玩家昏腻了 我觉得他打的那个六号打的蛮好的 其实我跟你女巫观点不是特别意思 因为我觉得六号玩家呢 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在于他前置位的人呢 聊的不干净 就是他自己身份也没聊的干净 他觉得有可能是五号对吗 那你就保二号二号发言 然后就保你后置位一个没有发言的九号玩家 对吗 九号玩家你是一张女巫牌 你是自己知道的 我们也不知道的了 对吧 你不把我饮水出来 我有可能怀疑你是了 因为天置位有一个人去保你 但是我跟七号玩家观点不一样 你打九号玩家是一头狼 清楚六号 因为六号 已知九号是一张狼 不 已知九号是一张好人身法 九号还有规票的权利 你说我们一张平民牌的前置位 能够发这种言 多恐怖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听听十一号玩家发言 但是 但是女巫牌说六号先放一旁 对吗 他觉得打的那个五号玩家 有可能是头狼人牌 那就先放一旁 我其实没有看出来五号玩家 也太多狼面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也盘到了 有可能两狼自爆了 有可能有个深水狼 可以击下来的 对吗 那像二五三二三五这样的位置 也是有可能击下来的 对吧 因为他们不是特别出跳 五号玩家的发言也不是很出跳 对吧 所以你女巫牌 你去定六号玩家的身份 下一轮定 好吧 本轮游戏是出不到六号玩家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只是觉得七号玩家还行 对吗 那九号是一张 是一张女巫 我是一张饮水牌 十一号玩家聊一聊吧 对吧 你我觉得二五 还有十一号玩家这种位置 有可能是出浪的 那个三号玩家好像去打了 打了那个十一末之位 打了十一对吗 所以我觉得 只能说还行吧 三号玩家 赶莫之位 打一个莫之位的玩家 他有可能 因为龙哥发言 现在也发现得很好 对吧 一张狼牌 就弄得跟好人牌一样 他有可能可以让你三号玩家出局的 所以我觉得你心态还行 好吧 我先盘到这里 我可能二五里面选 选头吧 好吗 过来 好奇怪啊 我觉得九号你是一张女巫牌吧 我犹豫了半天 我家还跳身份吧 免得 免得 就是万一别背锅 我是一张白纸牌 但是他说了这句话 明天我肯定是中刀了 那你这张女巫牌又可以活下来了 你有一瓶毒药 我不知道 因为九号是莫之为跳女巫的 所以我不是特别相信九号是一张真女巫 你这么强势要把五号归出去 如果你多分场上 就是 当然你现在跳女巫前有一瓶毒药 有可能你是让真女巫 如果你上狼人牌 确实胆子挺大的 因为女巫手上有一瓶毒药 但是我跟真女巫说 因为他把我这张真白痴逼出来了 所以如果九号真的不是女巫牌的话 我建议你把它堵掉 因为他的 你抱了十一号一张饮水牌 饮水说二五当中处人 你们两个都要把五号给 给出去我不知道 五号到底是不是一张狼人牌 而且只见你说桃子的身份不做好 但桃子是 基本上是死踩五号的 要把五号弄出去的 九号你也说要把五号弄出去的 十号你也说二五当中处人了 那你踩桃子蛋 这是我的小小疑虑啊 我但凡跳到白痴 我明天应该会中刀 狼人 看我是不是挡刀 好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跳生活 就感觉好像如果 万一我真的是一张平民牌 我说我是一张平民牌 你就真的把我一张平民牌堵掉吗 我不知道你这女巫的想法 到底是怎么样的 前之后那么多人发言 你只找了五号一只狼 其他狼了 应该还有一只狼吧 好吧 我是一张白痴牌 你们投票吧 没有请会 过了 投票 没了 找个上帝 没了 三 二 一 投票 五号出局 二头十一 二头十一 三 二头十一 三 二头十一 OK了 基本上头 天黑请闭眼 我上去说 是没有疑眼还是他不发疑 有疑眼吗 你没有疑眼 没有疑眼 你没有疑眼 哈哈哈 今天被他讲了呢 是不幸福啊 好啦 天黑请闭眼 等一下等一下 稍微打一下 等一下 好吧 天黑请闭眼 郎起 给我数字 闭眼 这样子 帮你去 抓住 来 看 臉 槍 你的開槍手試試 臉 停下來 四號完在倒開 四號 四號完在倒開 沒有移 四左翻眼 7K啊 对吧 你 我其实蛮想赌你 想想算 我这瓶毒药开不开 我也觉得无所谓 对吧 我蛮想 蛮想那个叫什么 在白天 有可能第一天投掉的 有可能第一天 我们归掉的十张平民牌 但是五号平民 不这样的发言 反正在我女巫视角里 蛮怪的 其实我晚上想过 要不要直接开毒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再负责一点 听一轮发言 好吧 那张枪牌 本轮也不用其调 对吧 你十一号是上一轮跳白痴的 本轮一定是你跟 你跟二里面两个人归的 好吧 我就这样发言 反正我今天一定会在 你们两个人当中选择的 过了 那我发言啊 刀弹了 是不是 七号玩家中刀 刀弹呐 枪牌在场 白痴牌在场 分别是十一跟二里面一个 女巫在场 我是一张弹 嗯 那头掉的五号 应该是张狼了 因为都可以刀弹那么不是狼吗 他们神已经裸出来了 对吧 枪牌 我来猜猜枪牌是在哪里好了 枪牌有可能是三号玩家 对吧 三号玩家有可能是张枪牌去打一张白痴牌 前之位 十一号玩家已经跳了 我上一轮是张白痴牌 我了解白痴的心情 背着后之位不知道什么人起来怼 怼了我就跳 起跳身份 所以我觉得十一号还行啊 符合我上一轮我是张白痴的心态 对吗 那二号玩家去投了一个十一 概率比较小 我只能觉得概率比较小 因为我们定五号玩家是张狼牌 我最先的逻辑原点是六号 因为六号为什么吃不准呢 我在外面维持秩序去了 我只能我只听了他前五分之一和后五分之一发音 前五分之一他保二 后五分之一去保了那个九叫九龟票 钟志伟说要五号玩家出局对吗 这个我没听到 如果他一定要五号玩家出局 而五号玩家被投出去四张狼牌 我们都投了五 那六号玩家有可能是要好人牌 那六号八号我都是好人牌 那就不存在了 那一定是你二跟十一的轮次了 我本能会先挂票二 因为你去奔着十一投了 而五号是张狼牌 对吗 那个十一号玩家好像是投了五 对吗 没投五 那你自己聊一聊吧 我 我比较相信十一号玩家 在前置位先跳白痴的玩家 我先会挂票二 听听二号玩家发言 好吧 我先挂票二 挂票一 我先挂票一 好 过来 你说你挂票二了 希望你延出必行 我觉得这个板子有点不对 就是为什么狼人铺刀 一张明白痴和一张明女巫呢 而且你是张女巫牌 我先问一下法官 因为你们这边 女巫自己中刀会给提示吗 会给提示 那也就是说 你的视角就是 法官没有告诉你 你自己中刀了 所以你没有开毒药 是这个理由吗 但是你这轮还不洒毒药吗 你准备什么时候洒呢 那你也说了 狼人去刀明 那也就是说 你几间桃子 包括后面举武的人 你们把一张平民牌 给扛推出去了 那轮我是挂票的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女巫 视角让我很难相信 你是一张真女巫 但你们都要出五号 我一个人投谁 估计也投不出去 那就干脆挂票了 二号你是上轮举我票的 如果这一轮 如果你是说要迷惑一下 狼人来这个刀你 帮我扛一刀 那么OK 你这轮脱衣服 如果你这轮继续 说你是这张白痴牌 那么我肯定先出你这张二号 因为我是一张白痴牌 十号你是上轮 把五号投出去这一张牌 我希望你延出必行 你说是出二的 不要口口声声说 要投二 最后突然间七票 投我这张真白痴牌 我现在跟场上的几张好人牌说话 一个在我现在视角当中 就九号你 我还是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上女巫牌 但是真女巫 你又不把九号读掉 所以我不知道女巫 你到底是在想什么 那狼人干嘛去刀这张七号牌呢 你二号不脱衣服 你肯定是在狼人牌 我就要问你二号心路历程了 因为第一天 你们自爆两刀 把一个预言家刀走了 然后呢又把 白天把一个五号平民 你们为什么去刀鸣呢 我实在想不明白 因为狼人刀了我 你二号肯定要出局 对不对 那你应该是不会拖一分 你应该是在狼人牌 你把我刀了 你既然投了我这一票 就要白天跟我来分胜负 你刀了我 你二号肯定会出局 所以你不会刀我 那你干嘛不刀女巫牌呢 你们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一张预言家走了之后 推了一张五号 那么多人 你们这几个人都说要出五号的 那么你们视角当中 这个是一张狼人牌出去的 那么OK 那下一刀是不是应该刀神呢 为什么不刀一张女巫牌呢 我实在不知道 但是女巫又不请你吃毒 那是女巫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是张女巫牌 我觉得 你上一轮的行为在我这边 我很不满意 因为你说我跳不出身份 我就要吃毒 我是一张白巫牌 我是张平民牌 我也不允许你一张女巫牌这么任性 把一张好人牌毒掉 如果你们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李沙思路 如果你们认为刀掉的那张痴号 是一张平民牌 你们确认狼人是刀明的 那么五号被你们推出去的 就是一张平民牌 在狼人视角当中 对不对 那么OK 你们投五的人 强势带票五的人 在我这边就是有狼面的 然后我现在 我现在找到的两个狼人牌是2号跟你9号 如果没有人跳女巫的话 那么OK 9号你是一张女巫牌 10号你是一张饮水牌 那么剩下一个狼坑 就是你3号跟6号当中 将出一只狼人牌 好吗 我是一张白饮水牌 其实 你 那我狼队就是 那我想明白了 就是如果 那五号肯定是张好人牌出局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五号是张狼人牌出局的 场上你只有2号 你最后一只狼 你哪怕今天把我冲出去 我翻牌之后 你还是要吃毒 对不对 你还是死 所以你们狼人赢不了 所以我们这么分析下来 你二号但凡敢举我11号这一票 五号肯定是一张好人牌出去的 场上应该有两只狼人牌 如果我阵容出局 晚上一刀女巫 你哪怕毒弄出来也没有用 所以本轮我们好人是 应该说 因为我认为五号四张好人牌出去的 那么场上还有两只狼人牌 所以本轮必须得出二 出11号我翻牌 自证身份之后 场上还有两只狼 他们刀你女巫 你这样一次女巫牌 我们还是输 所以我再跟场上女巫说一下 如果你四张女巫牌 你必须得跳出来 因为这样的话 我的四张当中二九两张双狼 白天出二 晚上刀我一刀 或者刀你女巫刀 晚上直接一毒 把九号毒掉 我们就能赢 如果九号你是一张真女巫牌 那么二号是一张狼人牌 场上应该还有一只狼 在这个三六当中 六号你是强势要靠票去出五号的 那所以你的狼面比三号还大 这是我的两个逻辑 且百分之百正确 OK 我自信我百分之百 这两条逻辑线绝对正确 最后一个小小的插曲 就是这张牌是不是 如果真的是一张银水牌的话 是不是狼子刀 我不想排指尖大声是一张狼子刀 好吗 因为上一次他狼子刀之后很愧疚 我就不希望排他狼子刀 所以我就说这两个逻辑线 真女巫一定要出来 我们把二号出去 晚上一瓶毒要撒九号 如果场上没有真女巫 那么一定要先出二号 明天三六PK 我大概认为六号是张狼人牌 过来 我是张白痴 这有事情难打 你为什么投你十一了 因为你十一发言不好呀 因为我不知道短牌的一是张什么牌 我怕一是张白痴牌怎么办呢 我不是张白痴牌 我认为你发言很怪 你说我被你逼得跳了张白痴牌 这就是你底牌是张白痴牌 为什么被人家逼得跳张白痴牌 对吧 所以我就投你票十一 今天发言还可以 对吧 把你放下来 干嘛 平平牌也有自己的逻辑 我前作为高作为第一个牌 我总会认为他自爆 十二在这个位置自爆 一定是刀了一盒的自爆 对不对 要不然凭什么自爆呢 你告诉我呀 对吧 要么就是没有逻辑的下菜 要么就是有依据就是一四 他吃刀了 上级的两个人里面 有一张牌吃刀了 十二自爆了 就这两个逻辑面 对吧 那么再反过来说 今天场面上还有几张狼 对吧 到这台面 其实你们在推伍的那天 我不知道五十三是怎么会出局的 但是十这个位置 告诉我们五出局第一十张狼 对吧 对我现在想象 到这个位置 还有两狼 就是应该没办法谈 而且又是刀了七 明确的告诉你们 狼 他前作为发言都说 狼开始刀弹了 刀弹了 他说他是张张牌 我自己提办是张张牌 后来之后还有两张牌 没有人开过枪 这里张牌没有开过枪 只能一次 我认为他可能是张白痴 所以我投了十一 对吧 现在二十一发言 上张白痴的情况下 他又是张平平 平平排不一定 不会出问题了 狼怎么生存 对不对 结果是吗 你们后面跳升队呀 跳出枪 放一放呀 三张平平排给人归了 对吧 我自己提办是张好 因为 在归舞的那天 我认为五下张狼狼 或者下张狼 其实跟我都没有关系的 对 因为我毕竟我是高周围发言的人 你们后周围的人 定义前面发言的人的身份 中午有什么关系在定义 对吧 五打了三 没有打我二 我不投 我也很正常 对吧 外之位我就觉得十一象狼 我就投一票 对吧 这个没有关系的 投错了嘛 但站过了 两十张好人 就是你们说不想盘十四张副刀牌 我认为他这个 我想当狼牌的 为什么想当狼牌 他很明确的告诉你们 五十张狼牌出局的 且他告诉你们 狼开始刀鸣了 这是他的发言 对吧 所以说 这游戏十我是放不下来的 我认为十一 忧虑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如果外之后 后面两个都是好人的话 我认为十九十那张 最后张狼牌 对吧 因为你们都觉得 五有可能不上狼 但是 狼 如果不上狼出局 就惜还有两狼 懂不懂 刀弹 抗退场 但尤其就结束了 你牛是堵不过来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实告诉你们 信息一定是对的 但为什么我们还会想到 五可能是张鸣鸣鸣鸣鸣 对不对 好吧 根据CEO 我再想想 听听后 这两张发言吧 最后会投出 于我的心中的狼牌 过来 就是 我感觉是 你能跟 问为什么 去刀吃 因为二号 你一张白鸡蛋 我二人认得 你一张白鸡蛋 早上起来 王宝宝导出去 什么声音都没有 发封过 王宝宝吃上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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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命贝党庆 离 如果 五号完 退出去 吃一张 吃一张好 墙上只有一蛋 墙上只有一蛋 哎 现在已经是场上游戏 9号没有吃毒药 你别把人发现再怎么样再怎么样 9号玩家是上普通牌 对吧 我3号玩家是上普通牌 有点小普通 没事 2号玩家告诉我 你觉得1号玩家 出去是上白鞋牌昨晚有的事 那早上起来7号玩家搞 那明显 那明显1号玩家是上普通牌 出去1号玩家是上普通牌出去 我玩家抓 抓完就到了7 现在场面上我们不能 我们现在只能讨论条件是1号 还是2号 1号还是2号 因为你知你9 11两个神坐在台面上 然后有张枪牌在台面上 如果是2号已经输了 如果是2号已经输了 这类有没有都归错 这个莫志伟是张6号玩家归票 正能是没有成长 就是你们说5号玩家出去 如果是张蛋 如果是张好人 这时候我们已经输了 因为场面上还有两个 只有一大 一笔金属 对 就是那你告诉我 5号玩家出去 你们要只能定5号玩家出去 是张好人 或者你觉得场面上 你觉得10号玩家是张第一天的营水牌 你实际上有 你实际上有 你实际上白痴牌 你实际上好人牌 所以就是如果场面上存在两张 26两张 26两 那如果你觉得5号櫃出去 是一张好人牌的情况下 2对是两张老牌 如果5号櫃出去 是实际上老牌 26主一两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好人都 都在说点什么 你们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如果今天退缩的场面就不带 你们都不担心 前置我都告诉我 这个不知道那个不知道 还有觉得刚才可能是 对吧 你女无牌 昨天应该是 开掉给F4号吃 应该是开掉给F4号吃 应该是开掉给F4号吃 没有开掉 我三号玩了 十号玩 对吧 谢谢 我建议初二 过了 我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为什么气氛这么长 那输了就让狼赢了 是很正常的 对吧 现在如果有两狼 我们等会就交牌 我就迅速交牌 我就可以早点回家 如果一狼 我们马上就赢了 你们为什么要发言时间这么长 我都受不了了 我觉得11号呢 一定是一个好人 一定是张白痴牌 因为你谈的所有的逻辑都不成立 你在那里说 5号是个好人走的 那么现在场上两狼 对吧 一是个平民 五是个平民 七是个平民 就剩下一个平民 有两狼 那么我有可能是个狼 我不是就赢了吗 我晚上入夜 一定会精准地找到最后个平民 所以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没有用 我觉得狼牌都出在二和十里面 因为十号玩家第一天发言很嚣张自刀牌 他说六号是个狼 白痴是因为没有听到九发言 就保了九 那我保后知道牌不是很正常的 我把你们一排不听发言都保了也很正常 所以你这个逻辑不成立 但是我看你这一圈好像也找不到狼 在那一脸闷逼的说 哦 对对对五号也可能是狼 我觉得如果你演戏这么破 那就让你迎合了 反正你也提到了 也不是第一次 无所谓 那九一定是个女巫 他说我是个女巫 我救了十 而且十是不相信他的 那么九十个狼 为什么拿几条女巫去保十 好呢 你认为九是一张狼牌 是不是九十两狼 晚上九号也会吃毒药的 那九就是个女巫 十就是他撩起来的人 你是张白痴牌 二号为什么要投十一 因为这样可以 女巫晚上万一要散毒散不到二了呀 就这么简单 五号们投出去 我们就一定要认他是个狼 不然我们现在就交牌 也没有人冲出来说要交牌 说明五号是狼 我第一天保的是三不是二 我说二号玩家发言 我根本就完全记不住他来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三是个好人 那你就想 为什么五号要去强踩三号 因为三号踩了二号 五号可能是五号的同伴 所以二三尽管发言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五号玩家就踩三号 因为你踩到了他的同伴 简单嘛 就这样 你们都不踩后之位 他也不踩后之位 但是他为什么就单踩你三号呢 对吧 就反正三六出一张枪牌 不结束了再说 刀平民你也刀不赢的了 就把二先归了 因为你是张白痴牌 反正你也认为二是个狼 你认为我们随便谁 九号 十号 六号 三号 都是二号玩家的同伴 那就头二呀 就这样过 你好 妈妈妈爱吃鱼 不要过了 就这样大家散投 好 大家散投 3 2 1 投票 哎 给你新闻子 老子又满开了 成了真来的 我什么都会一样 两千年 有没有没有没有空气的 哎 我跟你说 普通话普通话普通话 不是 我的四角是因为 我真的受不了 哎 我的四角是二号 特上白痴牌的拍我 没有 这我不是说了吗 就你两张白痴牌 二号出局 不就这么简单 是啊 是不是说二号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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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之位 哎 我前之位已经说二号出局了 你怎么拿出来 拿出来 啊 啊 没来天 没来天 你那些平心得翻译 因为 我这句话发言 是不是很像老 啊 像老 他说他知道他自爆 因为呢 你第一天盘不到的 哎 我想 如果我 第一天盘不到的 我四张平民盘 你这个是吗 对啊 小三是张狼牌 然后是一张狼牌 我是怕你不会自爆 我自爆 对啊 小三二呀 五是张狼牌 呃 一号 一号 一号是平民牌 二号是狼 三号是 他动作很大的 啊 猎人是谁 动作很大 我小 哎 没有玩笑 猴子啊 猎人是谁 啊 猎人是三号 三号猎人 四号是预言家 五号是狼 六号是平民牌 七号是 平民牌 八号是自爆的狼 九号是女巫 十号是 呃 平民牌 十一 十一号是 白痴牌 十二号是 狼人牌 十号是狼人牌 我不要拍了 我不会再知道了 你们都猜对了吗 啊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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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是张狼牌 三号是张狼牌 三号是张枪牌 四号 三号 没有 我的逻辑 好吧 我跟你们说了 因为你们在白痴的西角当中 二号 七号 二号要出我这张牌的时候 二号举我这张牌的时候 白痴西角就不一样了 对 没问题了 但是也没有 这里 这里是张狼牌 这里是张狼牌 关键五只要能吃得起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吃了 不吃手刀 不是 我 我认五号好人 是因为二号 要准备跳张白痴牌 跟我死磕 不能吃手刀 你已经 这个是张白痴 龙哥你没听过我 不是吧 那二号他最后一郎 跳个白痴牌跟我批 他也赢不了 不是 那把我批走了 他也赢不了 是赢不了 那是他的事情 那是他的事情 对啊 那他肯定文书办完 他把我批 他跳牌是把我批出去的 我自己的身份 他不是还是 他还是文书 他还是文书 要看你怎么定义 定义五号 你是在定义五号 是他好人排 不是 我是建议在二号把我批出去 他们还有胜利的情况下 那么是不是他 应该还有一只狼通牌 我高志文 我只能说可能到了一丝 不是 不是 我说二号 他这么打 就是把我批出去之后 他还有 剩算的情况下 那市场他肯定有两只 但是你不能盘他 还有剩算呀 因为他 他没有空间 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而不是说 他可以选择没空间 那我肯定往最快 方向去去想吧 那还是要他出去啊 对啊 他不管说 我是说 我叫你一定要认清身份 那我说我照片银行 就把我批了 不会批一下 我说你如果是照片银行 不说 那我就把你批了 你不要批了 我是这个意思 你哪发是张平板 你发言正常一点 你说我是张平平板 那我也不会堵你 晚上应该打一下格式的 哎呀 讲个道理 讲个道理 怎么回事 我们是二五 第二轮说二五吗 对吧 我第二轮是说二五吗 就五号四局 二号四局 他最后一个狼 他最后一个狼 跳着白色把我批出去 他还是赢不了 赢不了的 因为我没有刀他 刀他就赢了呀 刀他吃吃吃吃吃 我怕他 他会毒人的呀 我会毒人的呀 从事毒不到你了 跟他十 k 指的 没有小号发言 一号发言 你先发言 刀他呀 刀他他他毒人呀 一号发言 我帮他把你龟了 所以你要那么简单 所以你要那么简单 所以要那么简单 我是可能简单 但是我在莫之位规票了 那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 我在莫之位规票 你还不出局 所以你最后知道 我在莫之位规票 我还能出局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在莫之位规票 我还能出局 那你一定要出局 看票有时候不 对 下一轮 下一轮是 你要带打 你要带打是吧 你可以带打的 你可以带打的 外面的人 应该很太状态了 就是看票 看票 看票 就说我带刀了 他们就不要哈跳 就我们就爆杀就可以了 然后他 然后那张狼牌 还没有发到 一人家牌查杀 发到一张狼牌 好尴尬 好尴尬 这 开心吗 全球基地博女子 不是 无聊 我都没有保障 两个月没摸到 坐牌 坐牌 一两鼓穿吧 一两鼓你 你快进来 我听下来 我就想二号出局 就是结束 我就考虑堵你了 下三 我就考虑堵你了 真的 因为在我眼里 我这句话绝对爆了 快点 快点 我就没查明说 我认为我一定是找 我们晚上要去销印呢 快点快点 是 龙哥也来销印 我不是销印了 我不是销印了 你搞死了 你 好龙哥又有望夺得冠军 龙哥 龙哥希望你有夺冠军 读哪一桌 读哪一桌 我说你要carry了 我输了三次 结果是真的一个 我要去跑赢了 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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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 分明跟神吗 分 不分 我建议你下次不要分明跟神 因为不要把这个做成 分明跟神 摸牌的游戏 因为你摸到了神牌 就默认比明要屌了 是不是 所以一定是一样的 不是 那你神牌 如果一张女巫牌 或者猎人牌 带错人 那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你可以这样呀 你可以让女巫跟猎人 带错人 扣一点分 扣个0.5 或者是带对人 独对人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只能跟他走 我只有我走 因为你输了只有2分 你看笑我之后 我都不开赌的 游戏就结束了 那个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带下 我只能跟他走